欢迎回到《市城有约》 吉兰丹这个位于马来西亚东北部的州属 拥有许多独特的文化遗产 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马来传统风筝 马来传统风筝大多数都是呈月牙型的 图腾则是以雕刻色彩斑斓 如绽放的攀腾植物为主 在吉兰丹州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产物 也是当地人热爱的一种游戏 随着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文化之旅 到吉兰丹探索马来风筝背后的故事吧 马来西亚吉兰丹是马来传统风筝的发源地 马来传统风筝在当地已有多年的历史 也是备受珍视的传统艺术 在吉兰丹的道北县 有一座马来传统风筝博物馆 里头记载了马来风筝的历史 即展出了各州不同特色的风筝 六十年代出生的陈庆海 从小喜欢放风筝 至今依然会到海边玩马来风筝 对这传统风筝可是了如指掌 他手中的风筝是他亲手制作的 一开始飞了 好 来 用我去放 好 可以了 不要放了 够了 好 可以了 可以玩风筝了 陈静海师傅15岁就学习制作普通风筝 离乡工作后将近20年没有再接触 一直到几年前回到家乡 才再次燃起对马来风筝的热爱 他前后向多位师傅请教 再一步步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马来风筝 目前他是唯一制作马来传统风筝的华人 飞的时候也有一个真音的 它的真音就是那个 那样的 它有这个东西的 它叫无缩 这个是可以出声音的 这个声音好像那样 那个声音很远的可以听到 我40多岁的时候来 写到怎么样来课 这个风筝在华 2012年才我会 写是只是要懂它的方法 陈师傅也经常参与 各类型风筝嘉年华及比赛 它的作品总是别具匠心 精致的传统雕刻 繁华似锦的图腾 都是来自陈师傅日积月累 钻研出来的手艺 OK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窪 一个是我们要做一个 用竹来做一个窪的形状 OK 现在这个是可以讲 这个四盘 工夫人的四盘 我们是有时候要 要有竹 竹拿来用刀 拿来扣 然后你看左右 交叉差不多 你就可以板了 本来可以做这个形状 现在烤一个风筝 我们折黑的在里面 白的因为我们要画 OK 我们折一边 折了一边左右 左右 现在左右 现在一半 现在我们只是画四分之一 画形状这样 OK 现在有了 这个工程的形状 我们就可以刻了 我们留下来 那个鲜皮的那个线 其他的全部拿去 OK 那我们现在要黏 这好像是底色 我们拿到了这个红 然后这个深红 我们要多一次是浅红 我就右开转 刻一次 我们用这个黏下去 就是拿到这个颜色 OK 现在我们 把紧就可以了 可是有时候 不需要太紧 因为我们会有一点一点的 adjustment 手工没有100% 完美的 陈师傅手工精细 作品设计独特 不少马来传统风筝爱好者 都找它特别定制 作为收藏品 熟客之一 曾元兴和陈师傅 从小相识 一起长大 他被陈师傅 精雕细琢而成的风筝 所吸引 至今已向他定制 三架风筝 摆在家中 希望将这个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给下一代 我买了这个风筝 差不多要三年了 然后我看它的 哇 风筝 我觉得 这个特别 然后要传给人家看 感谢我的孩子 陈师傅跨越种族文化 继承了这一传统手艺 他希望未来得以延续 我们也是要找新人 要给比较多人来写这个东西 怎么样要帮这个 哇 这些传统不要熄灭 好的 那今天的《诗诚有约》 就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